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完最后的两场 第八场三班千二 曾经去过重发的马是四和七 三赛马复火秘谋说两只 长长精彩曾经不良于行 另外竞进攻略也隔了一段时间 没有跑 中间有些脱漏 桑带好的马是一二六八九都不错 配备转变是超班 电讯超班初家面姑 先看这一只上次都发挥得相当好的天鹿 跳回火星期六朝 虽然就放了一条腿出来 但你看看这个助手和刚才他跳的那只 很行的那只 形态完全不同 他跳很多只都很行的 是 好了 这只长长精彩 他是那里试过弄傷脚 头过两三天 又不是大野的 我想这些都 出回来跳 还有最后有拍 什么神奇大帝的那些 他有拍的高冬尼真是精神一点 是啊 拍林探哥 那只都不错 聪明导弹这些马 有些生气的 还有我真的喜欢他现在跑短一点 他的冲力就不是太长 所以千二应该会比千四好 好 接下来看看这只四号的卓乐人生 名字我都未搞得清 说真的 这只就因为一直都重化 其实去到五月份的时候 他又回到重化 试了两个大集 六月份的时候 七月份 七月头都试了 比下去 我又觉得那些马都还是 动作还未算很流畅 原来他是插班三班的PP 但是初出的那些条件 不算很优厚 对了 七十一分的三岁马 是叶昌的马 看下去的神态就普通 而且颜色都不是那么漂亮 淡淡的 试集就一样了 不过他又不是急那类 不过他好像不够健身 金鹰奥场也是这么说 转了马房之后 可能真的粗练模式 或者食料不同 那些马是跟以前不同 以前很火很多 这只西梨很好彩彩 让他搞得起脚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近期还不用自己带头 懂得追马 星期六招跳这些货好对板 有马都放数位然 他真的搞这些马 搞得很好的 留着赢又可以 好 竞进攻略 这只三八零 大约在第四位 很早已经比了 我记得他后来 今早回来香港的时候 出来慢跳 在大圈 马都还不太上力 这个试集 到最后一直要比 都不算特别 是的 看看他在重发的出跳 这只马也是动作较大的 又全身都濕了 就是这样 他不像是短途马 我想都要拿一下经验 好 齐齐有福 总而知这马有权 突然之间跑得好 即长期又不能忽视 我不知道他抢杂 抢不抢得到前些 还是怎样 他很有班 马都 好了 这只是电讯招班 我们早前都赚过他 江口开始流放 做得好了 但他和激赏都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无端端要加个面箍 给他呢 再想想 看看出集会不会再改善一点 因为一漏集 你又让人 希望追到 好了 倍增胜素 其实这马跳 他都挺熟 但是上次跑 我又觉得 都好像 未是很够信心 下一年 梦幻人生 分就越减越低了 但是状态 真的是 比较普通一点 我觉得他 不是很起眼 早上 因为赛事水准弱了 他就近了 其实 没什么火 好了 声势前面 后面是形彩彬分 一跑不适合 形势就不行 其实他就不太超 因为蔡若翰那些 形势不好 他都吃得了 是的 他只不过保持 瘦臣 又来回货 快点时间的拍跳 目段有22.9 都跳赢那只退役马 他都算很受得了 今年这个瘦臣 出赛这么多 那倒是 你能在苗里得到 你一定要跟肉人那些 才行 小只那些 就要就着来跳 转一转 还是有点急 那只马 跟一只快快脆的 出习有问题 好了 看这一课 试集6月29 上个星期试的 当时试的 都是潘明辉 潘明辉 接下来都要停赛 他试这个集 入直路 分了两下 一只马内闪 外面那只 藍庄家寶 就压过了他 他有点不顺 这只转一转 始终以往 我记得他都是伤患底 所以这些马 没有信心 他的名字就转了 直路都不转 来到第八场 三班千二迷 这一组 都挺多 可以选得上手的马 譬如1 2 都可以考虑 另外6 真是一些 属于破格马 这只很好彩彩 这么严重的伤患 以前他最终能够搞得回 想着慢步速 四班 贴倒难赢 都可以了 上到三班 一样可以 你看快跳跳回 完全你不觉得他 曾经是弄傷过 不行过 是很吸引的 早上 9号的电讯招班 刚才豪言都说过 可能是杂商 他想他好些 但你转了些配备 因为走圈 有时的马 确实是会有些不习惯的 所以我刚才都说了 走圈是其中一个 大家要留意的一个环节 是啊 所以就其实 一场赛事里面 很多东西夹夹 整个饼 看你觉得 哪样东西占的比率 会比较多 天鹿是很有班 那些马 开始跑得回 其实可能之前 不是跑不回 不过未够信心 那现在在这个班 这个分 把二档放在潘顿 潘顿那只 还有一个天使 罗富全那只天鹿 当然 就不是同系列 但是很有心机跑 你看到他上一次跑这只天鹿已经 一啦 二啦 六啦 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搞得很好 就是你都说了 他之前的马 在姚本辉里 我记得很好赛赛 接着他慢慢花点心机 去养回好隻马 现在赢了 可能可以够胆 动配备 动配备都可以 其实他真的搞得很好 希望可以继续表现好 那这些赛事 这些赛事也有初出马 先看看血统底细 卓洛人生的富裔 power 强劲力量 这些马今季成绩不错 高大威猛 超能力超速赢过马 另外上名的马都不少 威威心得 世宅音声 藤龙驱 闪耀光芒等等 都跑得近过 这些马来到香港这几贵 暂时看来说 略略持续少少 初期很多跑短途都应付到 但跑到那些1400位 1600位屠程赛事 更适合跑些 强劲力量当年服役的时候 爱兰二次坚尼大赛冠军 跑中距离赛比较好 至于卓洛人生的武器 Pantai的女儿 曾经在纽西兰赛过三场短途赛 1100米1200米 但母线家族的其他成员 有些跑长路程都会赢马 个别有些赢到一里或以上 而卓洛人生有一批同母兄弟马 在纽西兰赛过三场赛事 全是1600米以上 赢到2000米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卓洛人生 虽然初期跑短途开始 但跑到有些机会转到性能 跑到1400米 一里途程的赛事 可能他都应付到 甚至长路程的赛事 他一样有机会应付到 卓洛人生来香港之前 在纽西兰上的阵 三次赢了两场头马 两次赢马 一次是1200米 一次是1400米 两次赢马都是右转赛道的赛事 直路赛他未跑过 叶楚洪马房的初出马 今季一出即逝马有1匹 就是登胆有 初出上到名的马 都有3匹 他们就是超组合 浴城精彩 和龙藤飞翔 卓洛人生 去年9月26日 在纽西兰的爱沙尼 阿拉斯尼马场 赢过一场1400米赛事 这场赛事 当地第三次上阵 第二次赢马 镜头看到在前面 戴紫衫那一匹 就是卓洛人生 一路放到回来 被第二名那匹马威胁得很紧 一二名的马就抛离了对手 但原来第二名那匹马 Jason Beltree 只有在当地的 雅皇帝堅尼大赛跑第二 是一位